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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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大家對痘痘貼的印象如何 我大概是國高中的時候就有在用了 但是那個時候用痘痘貼就是會很不黏貼 可能貼上去的時候周圍還會翹起來這樣子 不然就是會有很明顯的一塊東西在那邊 比你原本有痘痘還要明顯 所以我基本上對痘痘貼是沒有什麼好印象 那剛好這款天使痘痘貼就很遮瑕 而且不易脫落 我今天就要來試看看 到底有沒有這麼的厲害 但在我講這麼多話的時候 有人發現我臉上其實已經有貼痘痘貼了嗎 有沒有發現嗎 在哪裡 在哪裡呢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嗎 這裡 這裡一塊 這個是我痘痘啦 然後這裡有一個 我有貼一個 哪泥 差不多跟我指甲差不多大小在這邊這樣 應該有陰眼的人已經有看到了啦 不過我自己是覺得遮瑕度還不錯 至少不會比痘痘還明顯這樣子 那我今天在外面剛好有活動 所以我就要這樣子 出去一整天 再回來 看看她的遮瑕度還有她到底 會不會脫落 那我們就出門吧 我們今天就是剛練完舞這樣子 是的 妳有發現我身上什麼不一樣嗎 妳的身上嗎 臉上 臉上 我不知道耶 妳最近是不是有一點 皮膚狀況 對 皮膚狀況真的有點不好 對對 妳是一個嗎 妳是一個外産 一起 沒有沒有外産 他們都知道 因為我皮膚都是牛奶 啊 妳有發現什麼不一樣嗎 這點妳好像是男朋友之類的 真的嗎 對啊 對啊 這 我才沒有 眉毛 不是 很不明顯嗎 我要跟我答案 多多貼 對 妳真的找很久 這次 我不確定妳想要找的是妳的化妝品不一樣 還是妳可能去秀美 還是妳剪了瀏海 那妳有很快就看到嗎 我算是有看到 這邊 可是 讓她看一下 其實 但是因為是我離離很近 喔 妳離我很近 那如果我離這麼遠耶 妳看得到嗎 這樣會滿不明顯的 而且為什麼會比較明顯 是因為妳剛好多多貼 貼在妳的腮紅正下方 所以呢 它會有一個 顏色差 喔 所以會比較明顯 但是如果你沒有腮紅的話 其實 遠看 會看不太出來 喔 對 其實我現在做多多貼的實驗 喔真的喔 因為 我要看它就是會不會很明顯 或它會不會很容易脫落 喔 因為像我們今天不是跳兩個小時的舞台 對 它還在這樣 貼得好好的耶 對 它在這邊 它在這邊 它在這邊也這樣 所以妳是 妝 在畫在多多地的上面嗎 對啊 那一定要這樣子 哇 那這樣我真的算 算一半成功吧 因為 滴妹說沒有很快的發現 如果遠看的話 遠看 遠看真的是 應該我才有人會這樣子很近的看妳的臉吧 說人 說親密的人 對 喔 好 耶 算成功 謝謝滴妹 OK 而且它很消費妳 我也是突然被抓來問 嚇我一下 因為我剛剛真的以為就是妳要問說 妳可能換了一些眼鏡的顏色啊 或者是妳的粉底液換了什麼的 我就有點 男生就我最怕的屏幕 對 就是 到底到底不一樣 現在等我今天有什麼不一樣 好 謝謝滴妹 不會不會 好的 現在已經下午了 我們剛剛練完舞回來 然後我有稍微去買一點東西這樣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的現在的痘痘貼的狀況 在這邊 可是我的妝有點脫落 所以你們看到其他痘痘的話 希望你們不要建議 因為 真的是偷喝牛奶 偷喝牛奶要花一到兩個月才完全代謝掉 就是痘痘會長這樣子 抱歉那是我的很嚴重過敏原 已經看得到了 因為我現在都沒有補妝 然後它現在我的妝飾有點脫落的狀態 但是還是可以啦 我等一下回家會 因為我忘了帶粉餅出來 我等一下回家直接會補妝看看 蓋一層粉上去看它會不會卡粉 就是看它補妝後的樣子是怎麼樣 現在已經夕陽西下 我要準備回家囉 好啦回到家了 這個是在日光燈下的那個 痘痘貼的樣子 長這樣 目前都沒有脫落 完全沒有脫落 跟我以前遇過痘痘貼不一樣 沒有什麼旁邊翹起來這樣子 它 都沒有脫落 然後我現在要補妝 看它會不會卡粉 看一下 補妝後 大家應該就比較看得出來 好像有一個痘痘貼在這裡 但是如果遠看的話 遠看 通常跟除了親人之外 講話的距離應該差不多是這樣吧 你看得出來嗎 補完妝後 大概是這種感覺 OK 那我們現在要直接把它拿下來看看狀況 有一點就是痘痘貼在撕的時候啊 我以前有遇過撕痘痘貼 然後超痛啊 想要快把我臉上的細毛撕掉 那種很痛那種感覺 這個不知道撕下來如何 撕前 好 撕下來囉 喔 喔 有了 撕完了 在這裡 上面很多粉 撕完 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紅點點 有一個紅點點 其實這個是已經平了痘痘啊 所以 還好紅點點 而且在撕下來的過程中不會痛耶 就是不會有那種 哇 我的臉要回來 那種 那種臉 它在撕的時候不會痛 還不錯 好 那這個就是 用這個天使痘痘貼 半天的實際過程 然後又加一些 補妝啊 原來有沒有卡粉 然後 遮瑕度啊 跟撕下來有沒有痛感的一些 小小的測試 我這一次覺得 不錯 不錯 算有通過 它沒有翹起來 我覺得沒有翹起來 跟遮瑕度很夠 是我的最大的重點 好啦 最後我再示範一次這個痘痘貼 怎麼用好了 這個痘痘貼拿出來 裡面有這麼多個 好 我已經用了 用了這樣子 你就把它拿出來 它是這樣子一半的 記住要用痘痘貼的時候 要你的臉完全清洗乾淨 擦乾之後 然後就要貼它 貼完它之後呢 再上妝喔 這個要注意喔 可以先撕掉一半 假裝我手上這邊有一個痘痘好了 貼我這顆痘好了 然後這個是痘痘 那我們就先 撕一半下來 這樣子 一半 對準要貼的痘痘 貼上去 然後再把 另一半 直接這樣撕下來 貼起來 就可以啦 我貼在我的痘上面 貼在手上的遮瑕度也是挺不錯的 我在說跟旁邊的肌膚融合度 如果我治太深了 抱歉 治太深了遮不起來 抱歉 那現在這款天使痘痘貼在 屈臣室跟康世美都可以買到 如果你們看了我今天的 實驗跟實測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到 康世美跟屈臣室去買看看 好的 這個就是今天的 實驗影片啦 那如果你們喜歡的話呢 或是有什麼建議或意見 都可以在留言下面跟我說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喜歡你的影片 按個讚 還有小鈴鐺 掰掰 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個讚 不要忘了 還有小鈴鐺 掰掰